本班授課 各位華人同修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繼續來講解自家的全院 全院是主宰著一家人的健康 非常的重要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家庭 是很愛惜很惜福 但是他所愛惜所惜福的結果 所換來的結果 結果不是美滿的 而且是有很大的落差 在差不多十年 我們一位叫劉先生老先生 七十幾歲 有一天啊 傍晚 我們這下著大雨 他從階梯那邊 一邊走一邊爬著起來 一邊哭 老人家我看了心裡很疼 為什麼會這個地步 我問他 老先生 你為什麼這樣 他說我這個腰 痛 大針 麻藥 也沒有用 什麼都沒有用 檢查出來 也不是骨癌 什麼都不是 所以他看到當時我在撥地勢台的時候 他就用爬了上來 他是在水裡 水裡的人 好啦 那這一定有原因 叫做風水病 還有靈性病 靈界的病 叫靈性病 沖煞了 是靈性病 那麼這就風水病 那我當時用 把它撥掛 玄武 玄武地方 玄武都搖了 動了 又來客室窯 那勢必勒 就是污禍有 很髒的東西 污秽的東西 好 我問他說 老先生你後面是什麼 他兒子是汽車修理場 他把所有的亂七八糟的東西 都往家裡搬 搬來就放在房子的後面空地 一大堆 剛好他的臥室 也睡在後面那一間 因為這樣 他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發生這種事情 很無奈 我說 劉老先生是你污禍的問題 那麼很髒的東西 你住在家裡你就病 當你不住在家裡的時候 你就會漸漸好起來 他說對 我住在家裡的時候 整個身體都不舒服 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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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鐵 影響到你的健康 老先生 他一直慢慢回想 對喔 我是自從開汽車修理場 一些沒有必要的 叫做台霸的 台霸那個解體的汽車 零件啊 會晤 會晤 都往家裡後面會堆 我為什麼要堆在後面 是不是有張車 他這一點我就不曉得啦 我兒子呢 告訴我說 這個不要晃在外面 要晃在後面 隱密的地方 比較好 啊 一定是兒子 開賭場 屠宰場 幫我們那個 這個 開 解剖 他在一直想 一直想 好像對喔 好像對喔 我們兒子呢 每次讓我回來的 偷偷摸摸的 晚上三個半天再回來 那一定是在 張車 解體 解體工廠 哇 你的兒子真是罪過 這個罪過讓你來挑 讓你來挑這個罪過 那麼 這個老先生也很自憑 若是我能推到我兒子的罪過 我很甘願 阿彌陀佛 後來我想一想 偷摸 那天晚上就住在 仙佛寺 那時候我們沒有什麼療法嘛 就在 事務部那裡還搭著一個 鐵皮的房子 晚上就在這裡過夜 早上一大早呢 我再來跟他聊 我原來父子是一樣的 父子是同一個窩的 所以這個業障你要小 我說如果你要好 剩這個機會 你要好的話 你一定開始兒子 不能再開 汽車的解剖屠宰場 你也要好好懺悔 這樣你就會就會好囉 他讓我識破他的一些毛病 好啦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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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改啦 我會回去跟小孩子講啦 好他呢 他好啦 馬上腰身孫起來 很奇怪 因為他開這個 汽車的解剖 張車的解剖 人家被偷的人 有得去求神 有得去問僕 拜神 拜好兄弟 那些好兄弟咧 一定會跟著來 而且在你家裡 沒有那麼好過啊 再過一段時間咧 他又來了 來了是還不錯啦 結果臉色比較好 我說 劉先生 劉老先生 小孩子現在怎麼了 我回去跟小孩子講 小孩子很孝順 聽我的話 結果開始停止解剖 他今天好起來 所以我們任何一件事情 如果有違背到心的事情 違背良心的 人家還有一種 詛咒 這個詛咒咧 在藉由物體的 能量 和他的功德咧 和他的功能 會直接反射到 每一個糊塗人的身上來 這是一個例子 連幫人家 偷解剖 張車了 那個神啊 護法神將 也把你找到 往哪裡逃 在台中縣 大里 有一家 也是汽車 解剖廠 有一次咧 他換了官司 換官司 得到人來到一些佛事 來請示老祖 他換了官司 被災 被誤會 被什麼無中生有 怎麼樣 我摘個掛 四搖是玄武 我說 欸 年輕的啊 做賊 在花狗賊 做賊 在喊抓賊 嘿 做個不好喔 他聽我講這句話 他連 臉受花白 就開始一直辯解他的理由 我說不必辯解 老祖 看得清清楚楚 掛上 都不能被 玄武 四搖帶玄武 就差大麻 帶兄弟就做賊嘛 好 那麼你就 那你就 不對了嘛 他才講他的道理 講他 被人家說怎麼樣 齁 栽贓 我說沒有栽贓的道理 天底下沒有栽贓 你既然是汽車 專門在拖 拖人家 給竊賊的 重換 那麼你這個問題要護英國 後來這個事情 我說我莫來 你去接受法律的 來幫你消夜好了 好好懺悔 不要再做了 任何一件事情 神 佛 菩薩 都會看得清清楚楚 那只有一個懺悔 只有懺悔而已 不然要消夜帳很困難 很困難 很困難 我們有時候看到人家 專門在做一些 糊裡糊塗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從英國講給他們聽 不然的話 我們 要幫他忙 也很困難 一個人 他要消夜帳 最好的方法 只有懺悔而已 沒有第二條路 絕對只有懺悔 好啦 我們現在來繼續講 自家的前院 後院都一樣 前院 我們不要大石頭 不要大石頭 如果有大石頭 你不能擋路 你如果擋路的話 可能對你家人的身體 會有什麼不對 比如說我們出去 一個亂的石頭 門口出去 在田園亂石頭的話 我們的肚子裡面 就生奇形怪狀的東西 你在前宮前方 在昆芳 就是家裡的主人 在昆芳 就是老母親 在對方 少女 在耿公 在耿公 就是少男 所以依照八卦八公的方位 人所多的奇奇怪怪的病 都會發生 在好久以前 差不多十幾年左右 我們剛搬來的時候 我們一位師兄 他也是坐庭園的 和現在的 張院長還沒認識 坐庭園的 他 住家的前面 佈置了很多很多的 奇奇怪怪的石頭 其中 他拿了一塊石頭 就是人家的墓碑 墓碑 那個石頭是花鋼石 是很漂亮的花鋼石 他拿回來了 前面 他把這墊都卡 墊倒 造型 以為後面 這個很漂亮 沒有事啊 他來問說 他的事業怎麼都不順 我看到後面 就有一個歐巴桑 滾在後面 我誒 這位先生 你後面怎麼跟著一個歐巴桑 沒有啦 有 沒有啊 有啊 明明看了一個歐巴桑 滾在後面 而且穿了衣服 事實於我們所講以前的水藍色 而且頭髮是剪剪的西瓜頭 嘿 我這個現象一定是在清朝的時候 這個老老婆 我說你做什麼 他這個庭園景觀 那你家裡是不是有拍了石頭油啊 那相對的你是不是有幫人家搬了 這個墓碑回來 人家不要了啦 墓碑我拿了回來 墊頭鋪在起來也蠻漂亮的 問題在這裡 這個墓碑一定是你的 他想一想 好像對喔 好像是你的喔 這個應該是在前 在前 嘉慶年間 光繫年間的事情喔 嗯 好像是喔 齁 你看 跟著 你撲幾年喔 撲兩年 這兩年啊 他說衰個好處 你 很衰暈啊 很衰啊 衰得臭臭有餘 你 就是這個 石頭 喔 他呢 回去咧 換開來真的是你的 喔 他阿嬤阿嬤阿伯阿伯阿 我 我不敢 他睡兩年 喔 大家媽 老師喔 我這個送來先物事給你好不好 喔 我說我才不要咧 你搬到怎麼來就怎麼去 怎麼來就怎麼去就好了 哈哈 哈哈 就三更半夜了 又把他抬回去 載回去 原來的 那個浮墓那邊 隨便就丟了 那天晚上他就做夢了 那個阿婆啦 他說年輕人 謝謝你 謝謝你 把我的文面又還給我 把文面還給我 他才整個申請才漸漸的輕鬆起來 喔 所以這個 石頭阿 要再帶 不是隨便的咧 不能隨便開恩笑啦 曾經我們也一位 在新竹大凡市 一位老人家 老人家咧 他們八十 八歲了啦 兩隻腳黑了 醫生要把他鋸掉 要把他鋸掉 把他鋸掉咧 他 我八十八歲 寧願死我也不去 那他的兒子媳婦 就帶到大凡市來 大凡市咧 來那邊 我收一收咧 我看了直覺 他家裡前面有一個棺材 一個棺材蓋 在他的前面的旁邊 我說老公啊 你家裡有棺材蓋是不是 他說有啦 我拿回來 放在當 板凳 當板凳在坐 那一坐咧 那就麻煩了 棺材蓋 他的 魂部的棺材拿回來了 他把它放在 他的前面 當椅子 板凳在坐 那 那 那個靈界咧 他就從他的腳啊 開始開刀的樣子 就一直爛 一直爛 爛的要拒絕拒掉 他說他要趕快把這個拿掉 但是 我把你劃殺 回去咧 第一咧 你現在我天公爐咧 咬著三條的香灰 然後咧 我又叫他回去 第二次的洗米水 第二次的洗米水 那 還有我們金鋼沙 那時候已經有金鋼沙了 回去倒了 大的水桶 洗得多了 把他泡在腳 要泡腳 泡 最起碼泡個一個小時 泡一泡你就會漸漸好了 回去咧 那棺材板呢 趕快拿出去 墳墓丟掉 你就會漸漸好起來 這老公很高興咧 他回去了 他兒子啦 媳婦啦 第二天就把這個棺材墊 棺材那個蓋子 拿去 把他 放回原冷的地方去 那腳才慢慢的好起來 所以各位啊 我們 要特別的小心 外面有 凡事牽涉到 墳墓的東西 最好不要隨便拿到 家裡來 不要以為說 啊 我是信什麼教也好 我有做到的 多高的道橫 都沒有用啊 這麼多人來 印證了很多 所以我們石頭啊 有的人啊 拿了石頭 是用去偷的 也很不好 以前 在 大甲 很多老皇子 一些老的東西都被偷 尤其 屬於那個 家裡的主牌 神主牌啊 祖先的老的古董那個 哇 一段時間呢 大家都在偷 小偷偷了 變成古董去賣 各位 你們不要隨便去買那個 回家當古董 那些的祖先 你偷到哪裡 就滾到哪裡 你有那個本靈 你就請回家 當古董 嘿 家裡亂操操 你這 跑也跑不掉 而且呢 我們現在有一種說 我要 那古董 古董呢 哇 那個什麼 禪啊 那個禪 含在口的玉禪 最好不要買 那個都是古時候的人 他死了 口要含個玉禪 含著 而你們 媽媽 你要含好喔 要顧好喔 不要丟掉喔 不要讓它飛掉喔 我們人呢 變成手絲 就一直含著那個禪 即死的爛掉了 而人家呢 也被盜墓 打開了 那個禪 洗一洗 拿來賣 喔 那個靈魂 還是咬住在那邊呢 嘿嘿 他也不會離開 喔 這個 也一直在花生 台中縣民建設局長 我們的老朋友 我在台中 有一天呢 他到台中港 他買了一個戒指 那時候我們兩岸呢 還沒完全 還沒通 有一些走私的 在台中港 那個街上呢 都賣一些古董 他呢 看了一個 毀翠翼的 這個戒指 還不小 那我們這月 林 林局長呢 他 就看了 欸 說是出土的 他就買回來 買了 蓋了 把它帶上去 從 台東港 來到台東市 開了四張滑單 車子開到台東 開了四張滑單 車子明明沒有開快車 為什麼一直加油一直往前跑 警察攔下來 開就開一張 紅單 滑單 車子再開了一段時間 奇怪 沒有加油 一直衝 衝得很快 就靈界了 替他加油 開一張 開到我五前五街 開了四張滑單 進到我台東的五前物質夜市 我說欸 林局長 啊你 怎麼後面有滾著老阿婆 沒有啊 哪有 有啊 阿婆啊 滾到樓上來啊 我說你去哪裡 我是台東港啊 很衰啊 開了四張滑單 台東港 來到台東市 開了四張滑單 他講給我聽 我奇怪 飄了 一直跑一直快 殺抽也殺沒有用 造跑不誤 他整理拿著 唉喲阿彌陀佛 這個人家掛著 人家大陸 人家盜墓 拿起來的 還掛好好的 他問我有什麼 趕快還人家 怎麼還 一些壽金金子啊 你趕快 好 這個 請老祖做祖 這個不曉得 要還給這個王者 王寧 告訴了這位王寧 菩薩 我是無意 我是錢買的 那既然是你的 我就還給你 我還給你 金子在我們的 金子亭那邊 畫一畫給他們 好了 不然那個請 起車會加速度 這個就是 也是 很多的古董 所以你們家裡啊 有一些人家出土的古董 嘿嘿 要小心喔 不然 沒完沒了喔 沒完沒了 還有我們一位師兄 在埔里 他的隔壁 他們撿石頭 專門在撿埔里的石頭 家裡拍了很多 很漂亮 其中有一個 骷髏 他放在樓上 骷髏型的畫石很漂亮喔 那個說很多錢 我在樓下 在樓下咧 我們到沈師兄 沈福島師兄啊 他的隔壁 我到隔壁來做 好像一個西班 一個老頭子 一直在顧婚 在抽煙 我說欸 某某人啊 你家裡怎麼老頭子在抽煙 沒有啊 有啊 明明坐在椅子上面 跟妳坐在一起 他在抽煙 沒有啦 他有 有啦 就在抽煙嘛 很嚴肅 在抽煙 好像很無奈 又很氣的形狀 在抽煙 你待會兒到樓上看 樓上二樓 喔 很多畫石很漂亮 到三樓咧 看到一個畫石的骷髏 骷髏的頭咧 畫石 我說這一個老菩薩 他跟著妳的家裡來了 喔 難怪我最近的孩子都在說看到鬼 看到阿公在那邊抽煙 很難怪喔 那麼這個姑娘妳怎麼辦 我問妳 妳怎麼辦 妳怎麼辦 喔 我說好了 請示老主了 趕快 妳把他 紅布包起來 到陳王爺那邊 請陳王爺做主 喔 而且妳跟這位老公講 我不知道 妳到我家裡來 好 那 我現在送妳回去 好 妳跟著我走 要點香耶 香一點啦 一點的抱著 風 香的是從門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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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也是風水法則 我們大家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你要拿回來 你就要特別小心 也曾經一對孩子 在我們這個藍埔 一個叫中原村 中原村因為他姓王 王先生的孩子 每到傍晚四點的時候 就到外面到處跑 外面到處跑 後來一隻腳就很腫 腫著兩個人 這個腳一隻腳腫那麼大 像牛腿那麼大 藥也吃不好 什麼也醫不好 在民國73年的事情 我就到他家裡去看 我說 某某人啊 王太太 你的孩子 腳被一位靈界抱住了 抱住了 這個一定有原因 那我到你孩子的臥室看一看 在臥室看喔 他不知道去哪裡捡一個窟窿 在他的床頭邊 收恩的時候 當煙灰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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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問題是這一個 反正當煙灰缸 在他的頭上 電倒晃 哭了電倒晃 當煙灰缸 這個小孩子的 二三十歲了 看他的奇奇怪怪的動作 難怪的 那一位靈魂界人 他把他的腳抱住了 他那個腳把他摸 會燙 摸會燙 但是溫度計把它量 他不會不發燒 你看這個些奇怪 我說這個煙灰缸 問題 我問他小孩子哪裡 撿回來了 他說到哪裡工作的時候 被他踩到了 他踩到了 就被他踩到了 他說沒運 我拿回來用煙灰缸 把你用灰 抽煙 把你燙 你要讓我踩 是我在沒 或是你倒霉 他說去看 問題他要有一個報復心 要讓這個 靈界這一個 讓他倒霉 他踩到他 是他倒霉 他們拿回來 當煙灰缸 要讓他倒霉 後來還是這個孩子倒霉 那怎麼辦 我說你去請道士 幫忙送經 幫忙他送到百姓公廟 那個 把他送到百姓公廟去 用那個 要祭拜 用 雞、鴨、鵝、肉、肉 都要 雞、鴨、鵝 三種肉 都要 其他的 而且 要擠壓 我三種的頭 頭 排成一盤 跟他拜 才會放過你 喔 這個 我當時 老祖福告訴我 一面講 我沒說過 毛骨送人 好 既然就發生了 結果拿到 我們南埔那邊百姓公廟 叫他去 去祭拜 燒一些金子 給那一位 王者 跟他道歉 這才放過他 第三天 腳 全部 消下來 所以我們世間上的事情 不知道的事情太多 我們被 人冤枉也好 或是冤枉別人也好 或是各種各種的 環繞 在我們身上 時時會發生 若是我們不了解的話 認了什麼 事實上問題就會發生 那麼這一節 中午我想到了 順著這一節 告訴各位 也希望各位 你們 以後 碰到這個問題 如果有人這個問題 你們可以告訴他 與其無所生 還換你未然 我們才不會 再碰到一些 莫名其妙 苦哈哈也好 不苦苦哈哈也好 反正 不必要的苦 我們盡量遠離 是最好 阿彌陀佛 стал 是 聽嗎 好 有 有 有 是